现在我头顶上这枚火箭就在往上飞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火箭底下的尾叶是比较透明的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它所燃烧的燃料 是比较清洁能源的燃料 是液氧甲烷 然后你看它在往回收的时候 在落地之前会稳在那 最后再落下来 这枚火箭的名字叫做双曲线2号 在11月2号 北京星际荣耀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了他们的双曲线2号验证火箭 它在这次的实验当中 在空中飞行了51秒钟 然后上升到了178米的高度 然后在它的四个着陆腿的支撑下 进行了动力下降和软着陆 这枚火箭它的直径是3.35米 它并不是太长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比较粗的 它是一个验证火箭 未来应该会作为双曲线2号 一个星级来使用 它使用的是一台可变推力的 叫做焦点1号发动机 然后这枚发动机可以提供15吨的推力 虽然说整个验证飞行的时间 并不是太长 只有51秒钟 但是它在有动力的情况下 受控的软着陆顺利的回收了 这一次的成功 其实也是一个标志性的成功 代表着我们美英航天公司 在可重复火箭方面的精彩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猎鹰9号在2014年的第一次 垂直起降的一个中国版 你可以期待 当它这次实验成功之后 就会进步的比较快 有可能就会带来真正的大火箭的可回收了